今天一路洗洗的干不了河河 我样子栽植到现在我都没下来看过 今天下来看一会儿 你带朋友们去看一会儿 这些还是发的好 大午大午的要风香了 中间的要差一点 但是我们栽的时候是鸡双手栽的 可能美国人栽的时候是栽的不一样 有的可能生了一点有的可能浅了一点 生了它就长得比较慢 栽的前了它就长得要快一点 所以就是集中样式 上面哈它们是一个人栽的 就是首饰、群众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们的样子都是云云津津津的 我样子冲去跑了 我让它沾到那个西点的地方就可泄了 凉窝 好凶的水有点 天的 把那肚子 拆掉了 刚刚我对比了哈 前前后后 感觉今天我们的样子没得好理想的 还不容易去一年 今天这些箱子有点翻黄了 不许是什么原因 就问上来看从处理 不许是什么原因 第二次 我们的那些是 是 这个是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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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喜欢听讲故事吗 今天爸爸讲个故事你听好不好 好慢慢做 好慢慢做 好 好 你喜欢听啥子不是 我喜欢听 他说什么 今天我们讲公鸡 偏福利 现在啥子是福利不 嗯 现在是福利公鸡小弟的 对好 我一样一直就喜欢听讲故事 就是我也没时间的 今天都与他也放学的比较早 我今天就跟他讲个故事 就是公鸡偏福利 认真的听好听没有 听过要提问的哈 公鸡偏福利 对 看他是什么偏的嘛 就是说从前 像从前 有一个老奶奶 他养了一只大公鸡 很厉害的那个大公鸡 那个大公鸡 他每天早上准时打鸣 到时 就是他天亮了嘛 他就要窝窝的叫 知不知道啊 而且非常的听话 非常听主人的话 所以那个老奶奶他非常喜欢 这只公鸡 非常爱抚 有一天那个大公鸡 在那个院子里面 突然他在巳儿land里聊 突然从旁边那个草子里 跑出来一只俐鸡 你猜想他那还是这样 会 http 钓起了一次 大公鸡 就开始跑 那个俐尼就是专门钓钓鸡 一吼跟他一一追 那个那个狐狸看到了就 就就开始跑嘛对不对 还捡了一根木棍跟着那个狐狸一追 叫他说赶快把那个公鸡给我放下 那个狐狸肯定他就不听嘛 他就关你什么事又不是你的鸡又不是你家的啊 我又不叫你家的鸡多管闲事 后来那个狐狸他就聪明了哈 狐狸他一边跑他一边也不松口哈 后来那个大公鸡他就聪明了哈 他就说 你 我不是他的鸡 你不要管他 你叫做我救救救救死哈 叫做我跑救死哈 那个庄家人 他就爱管闲事邻居的那个狐狸非常生气 他很想停下来跟那个邻居 骂上两句跟他跟他吵起来哈 那个狐狸那样说了那个邻居还是在后面追哈 还是追着那个狐狸 你你不放 使劲的跟在后面 后来那个公鸡都就就对那个狐狸说 他说 你今天怎么这么老是 说那个狐狸啊 他骂你你干嘛不骂他呢 我又不是他的鸡关他 关他什么事呀 你你怕什么怕不要怕对不对 他就这样那个 公鸡就对那个狐狸说嘛叫他不要怕哈 他这样一直骂我那个狐狸他就忍受不住了哈 他就心里面发火了 他就 转过身 跟那个邻居 对吗 你骂我 我也骂你 我问你说 这又不是你家的鸡关于什么事 你吃饱撑着了吗 多管闲事哈 他妈累了他肯定就要休息一下嘛 对不对 他就说别放 我休息一下再继续嘛 后来他才发觉 那个狐狸他放在旁边 没有了 没没看到那个狐狸了 他四次找了一下 我的狐狸呢 没有 你猜那个狐狸去哪里了 我猜我不知道 是 他跑到 他又跑到他家园去了 又跑回去了 他就悄悄的 趁他没注意吵架他就跑了 对 那你说 是狐狸精英聪聪明 还是那个狐狸聪明呢 狐狸聪明 对太聪明了 刚刚爸爸给你讲的听懂没有 我听懂 听懂 是他 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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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聪明了 就是啊 不是啊 吃饱了 伯妹 这次讲故事哈 我都没了好悔讲的 热潮人呗 看了来 我又专给他听 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说我是喜欢听故事 我都慢慢只看来多讲这个故事 跟他听 培养了 提培养了这个 喜欢听故事啊 或者是这些语言的呀 这些人啊 从中受到这些企业番 有点开的 因为现在 五六岁嘛 这些人是记忆的呀 或者其他方面 这个成长啊 或这个 开拍的时候 好 每天爸爸的你讲过好吧 其实以前我们 长期外相打工 我的女儿呢 我也没有跟他讲过故事 也没有 这二百斤这样坐下来 跟他 辅导过职业 或者跟他讲过故事 因为以前嘛 为了生活 在外面 学这个手艺嘛 条件不允许 现在 在家里面 这个小的 正正开始躲幼儿园 所以我还是尽量 补偿呀哈 把我以前 对我女儿的那些 补回来 并不是用我偏心了哈 因为以前真的是条件不允许 没办法的 都是靠他自己 养成一种习惯 现在的外面 当然这个小的嘛 我们要慢慢的培养 其实我一不偏心 不管是儿子女儿 都是一样的 其实说实话 两句话就是说 儿子要穷呀 女儿要富呀 其实我都是小小的 你看我有点滑着喽 有开滑滑了吧 嘿嘿 不要乱滑哟